车队通过狭窄山路地面掀起了阵阵沙尘 一步 两步 三步 隐秘山林中飘散着车辆废弃 民众投诉这里明明是车辆禁止进入的 和欢西步道 却有人开车硬闯 有四轮传动车越野汽机车 稍说十多辆 部落居民的车辆不受限制 记者实际上山搭着他们的车一路挺进 满地碎石路况的确难行 原来他们的目的地就是这里 和欢西上游水直清澈见地 樱花沟稳归在水中遨游 这里是国宝渝的重要富裕地 一般游客必须步行上山 起码一个半小时起跳 觉得非常的意外 这个本来就应该是用两条腿走过来的地方 就怕沙尘车辆废弃汽染了这块净土 更影响樱花沟稳归富裕 但可恶的是西边甚至留下 生火焦灰的痕迹 部落村民说还曾经目睹 有人坐在西边泡脚 坐在这边排排坐啊 脚就伸下去这样子啊 然后让沟稳归去吃他脚皮 吃他脚皮 对啊 樱花沟稳归富裕工作 目前总数是一万两千多尾 和欢西流域大约占了三分之一 车队停进和欢西步道 将依国家公元法处一千以下罚还 但假使有白排车业者 为依法申请载客 最高将罚两千五百万 并吊销驾照 解封闻小礼貌照 彭新南投报道 蔡政府关中天 言论自由已死 新闻自由已死 请立刻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中天电视YouTube频道